好像自己在這個世界剷除了 大家已經物形了你在這個世界消失了 已經沒有你的位置 我不會做得回本行 我以前的工作有案底是不能做的 你們問我後悔嗎? 我不後悔的 但是走到2021年之後 你們都會發現 原來只有我自己一個人走 在2019年6月份開始參加遊行 10月被捕 當時有心理準備 但是也很害怕 等上庭那一年是很難捱的 你要擔心不知道最終會是怎樣 因為你又不敢去 真是那些正常生活 真是判那天 你是整個人都鬆了 因為你已經有那個確實的刑期 我被捕那天 我哥哥已經知道了 他樣子很不開心 真的很傷心 就是覺得 為何自己家人會這樣 可能是 但是他也沒有說什麼 在裡面睡覺的時候 是發了一些好夢 可以見到自己的朋友 我寧願是夢不是現實 現實我覺得是噩夢 在看裡面那段時間 我最想念的是我七隻貓 有最大的姐姐 先說起 這就是姐姐 這個姐姐很好 每晚都要跟我一起睡覺 然後一定要黏著我睡 然後很喜歡舔我的頭髮 我記得聖誕節很觸心 就是我老公扮我的貓寫聖誕卡給我 我收到的時候哭得瘋了 二代探訪 我每天就是一吃完飯 我就在那兒等等 因為通常我家人或者朋友 都是第一批來的 即是已經定了聚 進去的時候 我哥哥有來看過我一次 因為我叫他之後不要再來 我不想聽他說那些 唉你都已經進來了 有什麼好說 他就跟我說這些說話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寫信給我 朋友都很少寄信給我 我經常寫信給他們 他們可能都是十幾二十封 就是覆一封 感覺很失望 有人寫信給自己 好像覺得外面的世界 有些東西跟自己聯繫著 現在就去冰屋懲駕所 就是二十一歲以下 男性囚友 就是探望還押的朋友 有一些囚友 就是他已經自己 有足夠的親友去探望他的 但有一些親友未必有能力處理 有時候我們都會去幫忙探望他們 就是這樣 當時香港面對公民社會的解散潮 有很多比較大型的支援組織被迫關閉 我們就希望去補充一個角色 我們會有同事去法院航廳 去接觸有需要的人士 我們亦都設立了一個支援熱線 有需要的朋友 是可以直接透過熱線去找我們 以及去上我們辦公室去約見 我被捕前那份工作是做旅行社的 被人抓了之後 公司就馬上跟我解約 我是沒有辦法可以再做 因為我們入職是有一份 就是可以檢查你的參考 以及同行裏面很多人都知道 有想過我會不會去讀一些新的東西 再去找新的工作 其實但是有案底是挺大的影響 有很多工作其實你是做不到 後來都是想過除了你自己做之外 其實沒有其他特別大的出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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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三、四、三、四,三、四 樽佬烏龍茶 出回來第一件事就是買烏龍茶 19年後 確實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很大的不同就是他們的教育程度 一般他們都會高一些 亦有一些是專業人士 定罪紀錄反而是很影響他們的前路發展 某些行業其實是不容許有刑事 定罪紀錄的人士去做那一行的工作 有些的專業資格會沒有了 亦都可能他們過去讀書 一路的想法就是我在某個專業去發展 但是這裡突然間整個計劃是打差了 今天學這個是說說不同類型的運動 不是 因為說不同客戶的需求 你要知道你的客戶是不可以做這件事 我出來之後 我現在看到警察會緊張的 我會發夢自己還坐著 就是… 是很恐怖 就是我會發夢自己還在裡面 還在穿那件衣服 因為我是上門被捕的 他們是拍門拍到好像大二窿追溯一樣 我當時以為坐完後就沒有了這些 應該直到出發了一個月左右 半夜外門外面有聲音 有些鐵閘聲那些 我就整個人立即彈起了 對聲音很敏感 從心理學的角度 就是有些創傷經歷未處理 那個經歷是很整體的 未必說是某一件事帶來的 反而多一些的年輕人 他們會… 一個狀態就是 他們會比較藏起自己的情緒 而且會敏感 你是甚麼人 你是否信得過 是否可以將一些困難告訴你 可能他們在這幾年裡 經歷過不同的狀況 有些時候他們會覺得 好像有一種被出賣的感覺 他們都會對人有戒心 我們有想過 當然要不要公開 最後決定都是要公開 被人看到的原因就是 越是一個不透明的年代 我想有需要接受幫助的人 他們都會害怕 不知道某一些人 其實是有沒有一些危險 或者是目的 唯一可以解決他們的困難 就是有一個公開的平台 我們有電話、有地址 起碼他們都知道 是甚麼背景的人去進行這些工作 令到他們可以很安全地接受這些幫助 他們會根本來投資 最初會有一種不好意思的 跟朋友宣傳的時候 會覺得是否可憐才買我的產品 其實我的產品是不好的 初初會有這種感覺 我想後來慢慢就習慣了 亦都令到大家知道 在現在這個社會環境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某一些服務 其實就一定要用這種方法 當然我不可以說絕對沒有風險 因為連當局也有幾次提過在囚支援的人士 不點名批評某些機構 但是我會覺得當你很想做這件事的時候 你就會找到一個你能夠承受到的崗位 去繼續去做 我出來之後就好像立即靜光了 整個社會氣氛是靜光了 越來越多人就自我保護 不會再走出來 可能你有一些珍惜的人 你就感覺到他們不敢有政治表態 我不覺得應該要自厭 就覺得對這個地方、對這些人很心惡 我好像什麼都沒有了 最初我被捕的時候 是有些人擔心自己跟我扯上關係會有事 不追蹤我的Instagram 改電話 他是不想見到我 沒有了時間 沒有了朋友 人們每個都好像疏遠我 社會的氛圍 我覺得社會好像忘記了我們這些人 我相信有一些在求支援的組織 或者是其他公民社會的人的存在 是一種示範單位的角色 即使有不同的政治紅線 有很多社會的低氣壓逆境也好 但是我們都可以選擇一種誠實的生活方式 我希望作為留待在香港的人 可以在這段時間陪伴有需要的人 去走過一段艱難的路 我希望大家能忘記這些事 不想讓人忘記這些事 你當然覺得這件事過去了 你就再過回自己的正常生活了 但有些人還在等何時去坐牢 何時上庭 何時才出來呢 應該是要記得世界 發生了不好的事 是有人有這些遭遇的 第一次在監獄中聽到阿追的歌 覺得他聲音很好聽 然後我就沉迷了 去《人類群星閃耀時》 這首歌其中有一個歌詞就是 陪同在黑夜路人妙處戲的微笑 留待燦爛神稀才用吊 可能我們就是在等有光明的一天 《恃逆星座》 《珍珍電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